你們兩個是怎麼樣啊 我怎麼知道她 心那麼大 來 坐 我跟你講 其實我是能夠理解 可是我心裡面 就有個坎過不去啊 你給我看看 如果直接結了婚之後 就住在林家 不是跟她叫人家一樣 要喘出去 多難聽啊 我是真的覺得 你們都想太多了 不就是在一個晚上 睡覺的地方嗎 你啊 也是老古板一個 我 只見去住父母她家 有什麼不好 他們家豪宅 只見這一輩子都買不起房子 去住那裡 少可以少奮鬥五十年好不好 你到底是不是兄弟啊 你是幫我還是幫富康啊 我應該幫誰 正所謂 順了故意 我就逆了少奕嘛 我不管啊 如果是兄弟的話 你就去幫我勸勸富康 我去勸他 對 上次李志一的事情 你忘記了嗎 我差點被他揍耶 我跟你講 這種當中心人的事情 太危險了 我是不會幹的 昂晴啊 你平常鬼點字最多 不然你幫我想一個 揭大歡喜的點字 來解決問題 想一個揭大歡喜的辦法 是吧 不如這樣啦 你讓子見跟雨柔 兩個人私奔 至少他們小籃口是開心的 好不好 你真的是名不虛傳的 專門出爛點字的 那我再問你 這件事如果搞不定 你怎麼辦 富康的個性 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如果發起脾氣來了 三條牛都拖不回來 這件事情 如果沒有辦法解決的話 我們兩家 可能又會回到原點 沒有 可能還會更慘 所以富康都不跟我來往 這麼嚴重 嗯 那以後 我們殺仙 老公要不要 不就不能 湊在一起了 很有可能 先趴上 沒有 來 師姐 你今天跟富康見面 說得怎麼樣 怎麼可以說得怎麼樣 富康也是很堅持的 你希望紫荊跟伊朗結婚 可以帶他們刀 說 我如果不答應 這個分數 就不要繼續談了 啊 談到這麼僵喔 那為什麼之前二哥他們 沒問題 真的是幾天 那阿嬤 那阿嬤 高級就準剛才 沒有富康是怎麼樣 他們沒有牽液 吃太多了 富啊 你不知道富康 普通好像很好說話 過一天的時候 什麼人來動都不好 你們怎麼那麼坎坷啊 唉唷 不要怕啦 阿嬤請請出馬 來跟余劉姨爸爸媽媽說 媽啊 你先不要在那裡 就要出馬了 我是覺得這事情 先按下 不要在那裡 跟富康說這兩個孩子 結婚之後 要待在我們家的事情 爸 那要緩到什麼時候啦 早知道那是去忽政室 我登記 筆梅水我就換一隻 單子填碎我就重填 現在早就是夫妻了啦 那時候你怎麼不這樣做 千金難買早知道啊 我還萬般無奈想不到 好 阿嬤有犯的話 阿嬤你有辦法 阿嬤 紫姐 我有聽玉慧的說 說玉慧有說 她結婚之後 也沒想要跟她媽媽帶走 對不對 對 我跟大哥說的 既然如果這樣 我們現在就可以叫玉慧 常常來我們家大 不結婚先同居 阿嬤 想不到妳思想這麼開放 我OK啦 我沒有問題 你不要亂不想啦 我的意思是說 要讓富康跟阿嬤 慣是玉慧沒禮的時候 既然如果這樣 我們常常叫玉慧來我們家大 讓牠算得累… 太累了 回不了家 還是要帶在家 對不對 好棒 薑是老的辣喔 想這部 老大你這麼知道 不然你抓著 妳老婆 只會要說幾天 真的是幾天 對 說幾天 幾天 怎麼樣 好棒喔 這個辦法棒吧 太棒了 趕快叫玉慧來家裡玩 對啊 認真 阿嬤真的這樣講 紫潔 我嚴重懷疑妳假傳聖子 意圖不歸 怎樣 妳是看我親愛的要住我家 妳就羨慕嫉妒恨嗎 我幹嘛羨慕 我很珍惜 妳唇潔的肉體呢 在市場一公斤五十 現在五花肉在市場 已經也要一百六好嗎 不對喔 我說的是炸油用的肥肉 好了啦 親愛的 你覺得阿嬤這招有用嗎 我覺得阿嬤說得有理 你爸媽應該是覺得 你嫁出去之後 家裡會變得冷清 他們會覺得孤單 所以提早讓他們適應你不在家的日子 是好的 說不定他們習慣了 就不會堅持我們結婚之後 一定要坐在你家 也對耶 如果讓他們習慣兩個人的生活 或許還會覺得沒有小孩的時候 反而更清閒更喜歡 對吧 說不定我們偶爾回去住了幾天啊 他們還會覺得我們礙事 好 那你今天就回家跟阿嬤他們說 我要去你家玩 而且玩到很晚不回家 太棒了 好 那我今天也要去你家玩 玩到很晚不回家 關你什麼事 因為你們兩個人還沒結婚 我要去當楚河漢記 你去找你的初比吧 楚河漢記 回去 醋 好了啦 請進 幫我關上門 林總 找我什麼事嗎 總經理知道我找你嗎 不知道 你不是叫我不要跟他說嗎 對 因為我有些事想要私底下問你 你不要告訴任何人了 好 請坐 其實我是想要跟你打聽一些 總經理的事情 譬如說他喜歡吃什麼 不喜歡吃什麼 沒有 不喜歡吃什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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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你在幹嘛 這些不就是高老闆寫給他兒子的信嗎 我把高老板被退坏的这些信 按照日期一封一封地把它排好 为什么要排 那个阿红他不是不想看信吗 那我就换一个方式 让他知道这个信的内容 我就把这些信一封一封地拆开 然后把里面的内容 按照日期帮我排好 你怎么样 Mao 我跟你说一下明天的星辰 那个点还在说 先看这个 看完之后打一份行动计划表给我 什么 张李全攻略 对啊 从他的日常生活作息 喜欢晨跑的时间地点 喜欢吃的餐厅 喜欢吃的东西 还有喜欢的西装品牌 全部写在里面 还有一个最大的秘密 什么秘密 他有 有鼻孔居证 你笑什么 你知道吗 这可是我破坏我一向的公私分明 好不容易用我的公权力还有私交 才跟Johnson打听到的 我亲爱的Mario 妹妹 你刚说的那些呢 我全部都已经知道了 我从小跟Johnny哥混在一起 他有几根头发我清清楚楚 我脑子有什么鬼点子 他也早就摸透透了 而且他喜欢的是那种温柔 优雅 像你一样的自由身 我完全相反 我跟你说 其实吴子汉也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而且一开始对他还没有什么好感 可是你看现在 我们两个还不是很相爱 所以说呢 类型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对 好的 不用再想办法作合我跟Johnny了 我跟他个性真的是差太多了 如果在一起会天崩地裂 毁了彼此的人生好吗 你看 我不信 你这叫做当局整理 你才会说两不适合 真的很固执 我就是很固执 所以呢 你就是要听我的安排 说不定你会发现 你从来不知道的Johnny 快点 真的是凹得过你 看看 全空虑 你找我干嘛 你玩够了没有啊 玩 你到底在说什么 难道不是吗 你到底在说什么 你千里迢迢来到台湾 你千里迢迢来到台湾 没有追到林雨柔 还输给一个不成季后的小咖啡师 你自信心应该很受伤吧 Viktor 我懂你 你从来不把受伤难过的一面表现出来 你从来不发脾气 不骂人 你唯一疗伤的方式 就是转移注意力 星期三那个小妹妹 不过就是你转移注意力的一个工具 工具 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是个小秘密的 只不过那种廉价的玩具玩一玩 差不多了 你就可以丢了 你感受受心了 你感受受心了 Viktor 我承认我们经营事业的理念很不一样 但是你不能否认 我们在个性上非常互补 我的聪明坚毅 搭配你的专业眼光 我们一定可以让维托利亚 成为世界第一的咖啡集团 你难道都不期待吗 你到现在还不明白 我们当初为什么会分手吗